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来两万 要知道他一个乡下老太太 要攒这两万块钱太不容易了 我赶紧推辞 妈 这钱我们不能要 您年龄也大了 好好在家想几天轻浮 别天天出去打工 这钱您留着养老 这又不是给你的 是给我孙子上大学的学费 奶奶 你咋知道我考上大学了 儿子往奶奶跟前靠了靠问道 我孙子这么聪明 肯定能考上 我咋能不知道呢 婆婆宠爱地摸了摸儿子的头 骄傲地说着 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 乐开了花 婆婆今年65岁 是一个勤劳踏实 贤惠善良的农村妇女 可惜 在公公眼里 她是软弱可欺的傻婆仪 公公是一个好吃懒做 不务正业 脾气暴躁的人 我刚结婚不到一星期 公公就把一桌子饭菜掀翻了 她嫌婆婆炖的羊肉不好吃 又说油卖菜太咸了 反正 一桌子饭菜没有她顺口的 她骂骂咧咧 敲三减四还不过瘾 最后 居然把一桌菜都掀放在地 然后 拿起衣服 摔了门就走了 我胆战心惊地看着婆婆 她默默流着泪 低着头 蹲在地上 一点点收拾满地狼藉 老公赶紧蹲下去和婆婆一起收拾东西 一边收拾 一边偷偷抬头看看我 后来才听说 那天公公打麻将输了 心里的邪火没处发 跑回家来冲着婆婆发脾气 我们也跟着遭殃 公公和婆婆是两姨兄妹 婆婆在五岁的时候 亲妈就去世了 后妈进门后 对婆婆也是各种虐待 尤其是大冬天的 竟然给婆婆穿用蒲毛做的棉袄 后来 因为婆婆做错了事 被她父亲用鞭子打烂了棉袄 才抱着婆婆大哭了一场 公公的妈妈心疼婆婆 再加上家里三个儿子担心不好找媳妇 所以就促成了公公婆婆的这段姻缘 她想着 婆婆成了她的儿媳妇 她就能护着婆婆 保婆婆一世安稳 没想到 婆婆结婚不到一年 刚怀孕 她老人家就去世了 公公结婚的时候就不愿意 因为她初中毕业 家里脱关系 给她在镇里找了个工作 也算是公家人 她嫌婆婆没文化 又没工作 可是 妈妈的话她又不敢不听 只好硬着头皮结婚了 自从公公的妈妈去世后 公公就一直闹着要离婚 可那时 婆婆已经怀孕在身 自然不同意 后来生下了儿子 就是我老公 婆婆不愿意孩子受后妈的虐待 所以一直逆来顺受 坚决不离婚 后来公公的单位社倒闭了 就回家和婆婆一起种地 也变成了农村人 可是 她的那种公家的优越感 却一直都在 没有了工资 她也不愿干农活 就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赌博上 赌输了 就回来找婆婆要 不给 就非打即骂 闹离婚 因为不想离婚 婆婆被公公拿捏了半辈子 知道了这些情况以后 我对婆婆多了几分同情 有天夜里 我被一声清脆的光荡声惊醒 紧接着是拳打脚踢声 谩骂声和压抑的哭泣声 我和老公赶紧穿起衣服 跑到公婆的房间 只见 暖壶在地上碎成了渣子 婆婆劈头散发 坐在地上 公公骂骂咧咧的指着婆婆 还顺便补上一脚 我可能是被吵醒的缘故 上去就把公公推倒在地 把婆婆从地上扶了起来 让她坐在炕上 公公在家药物扬威惯了 突然有人把她推倒了 她睁着一双不敢相信的眼睛 紧接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伸手就要打我 我转身抄起门后立得调重 指着她大声喝倒 你动我一下试试 你信不信 我把村里人都叫起来 让大家看看你这副德性 打了老婆还要打儿媳妇 大半夜的我的声音格外响亮 公公被我挣住了 他气得直跺脚 翻天了 翻天了 说着他又指着老公骂道 你个窝囊废小子 你给我揍他 打到的媳妇揉倒的面 他都敢打你老子 你现在不制住他 将来有你好受的 老公看着他爸 又看着我弯下腰 把地上的暖壶碎片收拾了 公公气得穿上衣服 摔门而去 我把婆婆扶到我们的屋子里 睡了一夜 从此以后 公公再也没有当着我的面 欺负过婆婆 虽然公公不好相处 但是婆婆和老公都很务实 对我也很好 只要公公不闹腾 一家人也还算融洽 后来我怀孕生子 也没有分家 直到儿子上小学的时候 为了能给他提供一个好的学习条件 我和老公就去附近的县城打工 流氓的时候 回家去帮帮忙 每次回家 婆婆都会给我们拿米 面 鸡蛋 地里的各种瓜果蔬菜 直到我们拿不动为止 后来家里的地流转了 婆婆就打电话 让我们回去 她悄悄把土地承包合同 塞给我 让我和老公赶紧去村委会 把土地流转费都领了 抓紧时间买个房子 不然这个钱被公公领走了 就都赌博输了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村委会 手续刚办完 公公就来了 她知道钱已经打到我的卡上 气得脸通红 那张老脸拉得比茄子还长 可是当着众人的面 她也不好发作 就贺令我们回家 回到家以后 公公没有像往常那样大吼大叫 只是平静地说 这个钱我们只能拿一半 那一半是她的 这时候婆婆弱弱地说 你是城市户口 这里没有你的地 所以这个钱你一分都没有 公公顺手一个耳光甩过去 打得婆婆后退了几步 公公生气的吼道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败家婆娘 老子养了你半辈子 到头来你反咬老子一口 老子今天就跟你离婚 狄狗里 我不等别人开口 大声说 你也好意思说出养活我妈半辈子的话 自从我结婚就没见你干过活 一天天抽烟喝酒打麻将 还好意思回家来耍牛逼 我妈要不是怕丢人 早都给你离了 你这样的男人 干啥啥不成 吃啥啥不剩的 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离 今天就离 这个钱都是我妈的 我妈跟我们过去 家里的房子都留给你 老了也不要来找我们 说完 我就拉着婆婆回房收拾东西 婆婆自然不肯跟我们走 也没有离婚 她说 她已经习惯了 她又把自己存了多年的积蓄拿出来 塞到我手里 让我们拿着钱去买个房子 我担心我们走了以后 公公又打婆婆 就没走 打算第二天再走 果然 公公晚上回来喝了酒 进门就大呼小叫骂婆婆 她见我们没走 就骂了几句 兴兴的睡觉去了 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公公才起来吃完了饭 公公要出去 我赶紧跑过去堵住门 手插着腰 站在她面前 她抬起头 狠狠的看着我说 你想干啥 我就想告诉你 你要是再欺负我妈 我就把她带走 以后 谁也不会回来看你 你老了 我们也不管你 老子稀罕你们管 说着 她就一把推开我 摔门而去 从那以后 再也没见 公公打骂婆婆 只是 一张老脸 总是阴沉沉 有一天 老公着急猫荒 给我打电话 让我赶紧回农村家里去 话没说清楚 就挂断了电话 再打 她就不接了 我赶紧请假回去 还没到家 就看见乌鸦鸦的一群人 站在我家大门口 到跟前一问 才知道 公公去世了 原来 公公和人家打麻将 输了钱 跟人家耍赖 被人骂了几句 她站起来想打人 结果脑衣血发作 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人已经没气了 公公的弟弟 窜夺婆婆 让他跟人家要赔偿 婆婆说算了 是公公自己身体不好 不能连累别人 最后 和他一桌打麻将的三个人 相忠性的凑了三千块钱 送了过来 一起帮忙 把公公安葬了 自从公公去世 老公就心情不好 我也知道 不管怎么样 那都是他爸 伤心是难免的 我凡事都让着他 体谅他 有一天 他舅舅家的儿子结婚 我们一起去吃席 他多喝了几杯 我说 你少喝点 对身体不好 他顺手 就给了我两个耳光说 男人的事 女人少插嘴 婆婆生怕我们打起来 赶紧过来 一边骂他 一边拉着我 说他喝醉了 让我不要和他计较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 默默地坐了下来 不再说话 看见没 打到的媳妇 揉到的面 女人不能太惯着 老公借着酒劲 在大家面前 挥着手 吹着牛 酒席结束以后 我和婆婆 摇摇晃晃地 扶着老公回了家 婆婆说 他喝醉了 让睡会儿 我说好 把老公扶到炕上躺下 老公让我把鞋给他脱了 我顺从地帮他把鞋脱了 老公哼起了小曲儿 我回头去把门反锁了 抄起门后边立着的条纸 劈头盖脸就打了过去 他被打了几下 酒醒了一半 爬起来想打我 可是酒精已经把他麻醉得没有力气 只能喊叫 根本还不了手 我拿扫帚把他从头打到脚 又从脚打到头 一边打一边骂他 今天老娘要让你知道 啥叫打到的男人揉到的面 他被打得连连告饶 赌咒发誓 说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不依不饶 一直打得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婆婆听见动静过来推门 发现门反锁了 就使劲拍门 我把门打开 他看到我把他儿子打了 愣了一会儿 悠悠地说 对着呢 男人不能管 说完他扭头就走 后来我们再提起那次的事 老公总会说 我太狠了 我说 活该 是你先动的手 我的做人原则 一向都是人尽我一尺 我尽人一丈 如果你再敢动手 我下手会更狠 有本事 你一辈子别喝酒 落在我手里 就没你好果子吃 老公自然是没再发过酒疯 更没对我动过手 我也从不主动欺负他 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婆婆一贵人在老家住着 我们请了好几次 让他来和我们一起住 都被他拒绝了 家里的地虽然被流转了 可是房子还在 他在院子里养鸡 养猪 养羊 还抽空去人家的温棚里 干活挣钱 我们每次回去 他都会给我钱 我说让他留着养老 他总会说 有我给他养老就行了 婆婆这么独定的相信我 可能是因为 这么多年相处下来 他知道 我和他一样善良 同时 他也知道 我的善良 比他有锋芒 偶尔 他也会和我提起 年轻的时候 他如果能硬气一点 也不会把公公 惯得那么不像样 是说新语里有句话 花开生 两面 人生 佛魔间 就是告诉我们 人 是有两面性的 每个人 都有佛的一面 也有魔的一面 姑娘们 千万别把你男人的魔性 给他放出来 不然 你就会生活在地狱里 我们要保持善良 同时 更要有锋芒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